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巴尔斯退休前台阶上了一个台湾蓝的口号 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农场 做出自己真的台湾蓝的燃料 每一种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或者是气候 也会造成你的蓝草长得不一样的情况下 那它染出来颜色也会不大相同 我们台湾自己做自己做然后自己染 那我们的颜色却可以很漂亮 在国际上相较之下 所以他们会为了想要看到我们这个漂亮的蓝 是怎么来的 而千里迢迢的来到了台湾 它是我们自己土地长出来的东西 就像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值得去发扬光大 在这个地方 全部都剥顶了 这个地方就像我们自己身上有的